藥物過量使用的特色就是藥會越吃越多 但他頭痛反而就沒有改善甚至會越來越嚴重 那這樣的狀況呢可能 一個就是說他這個是一定是建議說還是要有醫師評估會比較好 就是說他如果已經變成這個藥物過量使用 就是要盡快去打破他這個惡性循環 不然他有可能說藥物吃太多 反而對身體造成額外的負擔 那而且頭痛又沒有改善這樣子 那要剛說打破惡性循環就是說 我們可以開一些預防性的藥物 就剛說的頭骨藥 那像他如果說已經持續好幾年 那像他這種應該是有符合慢性變頭痛 如果有符合就是也可以建議他去申請這個健保的 他要打肉毒感均速這個藥物 去改善他的這個頭痛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這個狀況這個案例還不少見 就是很多以前沒有那麼痛 以前沒有那麼常在痛 但是後來隨著年紀變大 痛的次數越來越多 甚至藥越吃越多 這種門診還不少 那當我們門診之後 就是用剛剛說的這些方式 用藥物線調整 跟生活習慣的調整 然後盡量 盡量叫他不要吃止痛藥 雖然他一開始可能會不習慣 或是他覺得頭痛好像會 所以他自己覺得變比較嚴重 但其實經過一兩個禮拜之後 他的頭痛反而會減少 他只要減少止痛藥量 他的頭痛反而不會那麼常發生這樣子 他會減少的衛生 那是我們 他會減少的衛生 我會減少的衛生 算是 感谢观看